他求助栏目组 帮他完成他唯一的心愿 他担心再晚就来不及了 有请 你看上去不大呀 多大 我今年17岁 刚过完17岁生日 你这插着这些管子 这是怎么了 就是胃管 胃管 你的胃怎么了 去年恰苏 患了胃癌 偏晚期了 你这么一说 你陪阿姨都不知道了 你阿姨你不用 我不管这么有多久 我觉得乐观地活下去 不管结果 乐观地活下去 是 你的乐观一定能战胜它 我觉得 你这种精神真的特别打动我 而且我相信这种精神支撑着你 就一定能够活下去 大家为我们的孩子鼓掌 谢谢 你找谁啊 孩子 一位好心的阿姨 就是托护士 捐了一万块钱给我们 而且听那护士说 她对我们真的是四味蒙面 就是 只在走廊上见过 见过我一面 可能觉得我很可怜 当时我真的 我觉得这个钱 我真的不能要 如果是真的是那阿姨捐的话 她好意我领 但这个钱我真的不能要 你就想找这位阿姨 是 要当面感谢她 对 你除了上我们这台找过阿姨 你还去哪些地方找过 医院 之前 电台 电视台 登过报纸 登过报纸 上过电视台 没有消息 他们那边托公安局也找 没有消息 这个阿姨对你除了感谢之外 还有别的意义吗 虽然说这一万块钱 不多不少 但是对于当时我们整个家庭 情绪低落的我们来说 给了我们很大的温暖 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 还有让我重拾信心 然后再继续治疗下去 之前那个手术动完之后 化疗完了之后 休息了一年 现在就是复发了 复发了 还是在胃部 转移到淋巴上 病情复发以后 你是什么状况 哭过吗 没有 我从来没哭过 你就生病这么长时间 对你家人爸爸妈妈 都没哭过 都没发过脾气 复发那时候 就是住医院 我妈妈就是把医生 那个计划 下一步治疗方案 再进行化疗 她告诉我的时候 当时我就 我就说 这个化疗我不打算做 为什么不打算做呢 太痛苦了 当时体质很虚弱 再加上之前 我是做过化疗的 八次 化疗八次 自己身体化疗 再化下去 肯定出不了 这个医院 就死在这边了 觉得自己可能时间不多 然后就想到 一定要把那阿姨找到 一定要快点找到 这是你唯一的心愿 我现在就一心想找到她 依静剑 挺难受的 当你靠近她的时候 你更难受 没有 大家不用这么压抑 我是很乐观 很坚强的一个人 你们就 就普通的跟我对话就行了 很压抑 不用 真不用 谢谢你 我就想把剩下的时间 活得更有意义 更有意义 好心阿姨的一万块钱 是流亡在人生最低谷时 得到的社会第一份 温暖的捐助 这不仅给了她内心 极大的关怀 也让她走出阴霾 开始勇敢面对病魔 以前你就这种性格吗 还是生病以后 你变了 复发之后 有一段时间 就是感觉 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 对父母 对妈妈发脾气 感觉就对她说 然后我妈妈我就问 你是不尊重我的意见 你是不是想让我就 在这个十七岁 就停留下来了 我去跟医生表达 我这个不接受 化疗这个方案 他说可以 咱们换一种方案 靶相治疗 就是现在等于你没化疗 做靶相治疗 效果好吗 还没做 等这一次北京回去 回去就做 可能结果不乐观 但我还是 坚信 对坚信 你每天都数着日子过吧 没有 没有 我快快了 感觉快快了 开开心心的过来 开开心心的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 来了 现在是你走到哪 他们陪到哪 我们可以请他上来 和大家见见面吗 好的好的 来爸爸妈妈请 来爸爸妈妈请坐 爸爸妈妈就没有儿子那么坚强 你看这妈妈 来 妈妈坐 儿子谈话都听到了 这么乐观 对你们是鼓舞吧 对 要是天天哭的孩子 你也救不了他 多难受 孩子认真地对待每一天 对 但是我当着孩子的面 从来没在他面前哭 我都是偷偷跑到一个角落里面 去留眼 癌症转移之后 对你们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吧 是的 我知道这个毛病一旦复发的话 是很难控制的 孩子一定要找到这个好心的阿姨 你们怎么看这事 那肯定想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所以这次 他其实前天到了北京 晚上肚子就痛 肚子痛了 然后坚持着 坚持着说 一定要不这个阿姨 完成他这个心愿 爸爸现在什么也做不下去了 就是跟着儿子 陪着儿子 孩子妈妈就陪着他 我还在上班 我中午就下班 中午去 晚上下班的时候 要挣钱给孩子治疗 除了找到这个阿姨 你人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最大的愿望还是找到她 还是找到她 是 好 我们一起开启这个大门 看看这位好心阿姨 在不在里面 我们一起来帮助孩子 完成她的心愿 孩子 你自己过去好吗 但是时间不多了 一定要把那阿姨找到 一定要快点找到 让我重拾信心 然后再继续治疗下去 我不管这么有多久 我觉得乐观的活跃 是不关心 为原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邦 你好 嗯 是这样的 虽然今天是我走不出来 但是呢我还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 阿姨 我们在浙江帮你找着了 但是阿姨为什么不来呢 我们跟她联系了一下 确实她有一些个人的原因 当我们问起她 之前帮助你件事的时候呢 阿姨也说 幸福地记得你 一万块钱 那件好事 很多人都会做 虽然阿姨没有过来 但是我们也要到了她的联系电话 我们今天给她打个电话 在电话里 你跟阿姨说几句 好吗 我们现在就接通电话 我们现在就接通电话 来 麻烦导播帮我们播通 陈阿姨的电话 喂 您好 喂 您好 陈阿姨 您好 您好 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等着我的录制现场 想要在里面当面 对了 你怎么这么多 对 谁不能在这边 没事 没事 谢谢你 谢谢你当初 忙碌和言的这一段 本来像聊了 來這邊能道麵 敬見妳道麵 謝謝妳 為什麼沒有變成這樣 會當什麼事 我可以當什麼事 但是妳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讓我靜約 活下去的心情 希望妳能夠持有其 堅長樂風的經驗面對以後 要遇到的認識嗎 一定會的 我會 今天就要過好當下的那一天 希望我們會繼續活下去 加油 好的 謝謝妳 請您 請您下幾天 請您安安 好快樂呢 今天還要快樂 那謝謝 謝謝 也希望妳得來更好 謝謝 好 謝謝程阿姨 謝謝您 謝謝 劉旺 劉旺 回來吧 小劉旺 跟我說實話 失望嗎 以這種方式見阿姨 不失望 心意轉達了 是吧 妳要知道妳今天坐在這兒 很多人會關注妳 劉旺 不是普通的坐在這兒 我相信看妳節目的觀眾 都會為妳震撼 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 這麼堅強地面對生命的每一天 妳這種精神會感動很多人 很多人會幫妳 別拒絕幫助 當妳有了本事長大了 妳也可以幫助別人呢 我如果有機會 我如果有機會以後長大 我一定會回回社會的 所以我們要扭轉 也一定能成功的 加油劉旺 劉旺有的時候我覺得妳不用去想 不給別人承擔壓力 事實上今天很多人 站在妳面前想到的是什麼 四個字 感同身受 妳看著妳父母是希望 讓妳的生命更長 因為他們對妳寄托的希望 他們不希望這些美好的東西 那麼短就離開 然後對妳而言 妳成年了 妳可以去選擇 如何把自己的生命 按照自己的意願做得更好 妳真實的生命治療 妳的堅持 妳的受驚若寵的這種樣子 妳面對命運的這種淡然 才是我們每個人感同身受的東西 這就是敬畏生命 這個孩子 雖然我比妳大很多很多歲 但是我覺得在生命面前 妳對給我做出了一個榜樣 我向妳表示一種敬意 我代表我們等著我的圓夢基金 就是算支援妳兩萬塊錢 謝謝 謝謝 不需要 因為孩子現在什麼都吃不下 現在全部都靠營養業 營養業要花錢嗎 花錢我們暫時自己這個困難 我們還是自己 這個也是幫助不了多少 但是表達我們的心意 對小流亡的敬意 收下吧 好孩子 我認為她今天的精神 會感動不少年輕人 甚至您的精神會感動 很多跟你一樣得病的人 也需要妳這種精神 對她的一種像是一種幫助 或是一種影響 好不好小夥子 如果你還有別的什麼想法和願望 可以跟我們蘇東大哥來說 隨時說 我們圓夢基金來幫妳來圓夢 好不好 我們敬略妳這麼年輕的孩子 以這樣的態度對待生活 妳等於幫助了我們很多很多人 所以我們再次感謝妳熱烈的鼓掌 請妳走向希望之門和爸爸媽媽一起 謝謝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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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我也特別希望想感謝 這醫院的全體 這醫院的全體 醫生 護士 醫生 護士 還有他們學校黃阿中的全體 老師 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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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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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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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加油 面對可怕的病魔 流亡的樂觀 堅強 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她積極配合醫生治療 忍受痛苦的同時 又懂事地勸慰身邊 為她擔憂的每一個人 她以燦爛的笑容面對病痛 以最勇敢的態度敬畏生命 十七歲的孩子 大夫說她的生命也許最短兩個月 我也是一個母親 我想哭 我守了她不敢哭 人在病魔面前其實特別弱小 轉移到淋巴上 就希望特別不大 生命最後的日子 過得稍微好一點 去旅旅遊 她懂得感謝 綠金劍都說了 還有春月也說 我們敬畏這樣的年輕人 對生命的態度 也真的祝福她 希望她好 雖然今天沒能當面見到那位阿姨 雖然今天沒能當面見到那位阿姨 但節目之後還是找到了她 然後跟她通了電話 也算是了了我這個心願 謝謝那位阿姨 我會一直快樂 堅強地活下去了 我也希望和我患有同類型病的病友們 一定要堅強樂觀 去對抗病魔 不要畏懼 癌症也沒什麼可怕的 嗯